公職的欲望으로 만든吧 그럼 진작의 조치를 취했어야지 일을 왜 이렇게 만들어라 비전의 사랑을 봐 엄한 정치 들이 빠져있으니까 사람들이 안 보이는가 인마 왜 이렇게 사람들이 다닥 다닥 붙어 사는 줄 알아 저희 어머니들 새벽 식장에서 일하셨어요 저라고 저들 마음 모르고 같아요 다시 한集 중讲道 탁俊为自己的失误而痛悔 为了補救 他打电话给宋一元想做解释 可宋一元不接电话 接下来 我们来看本集内容 탁俊接到宋一元 要除掉单英的命令后 心里五味杂陈 他看到单英如沐春风的项链 不知道如何面对他 夜晚 탁俊跑步回来 看到单英仍然在工作 单英无意间看到 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视频资料 回忆起当时 탁俊作为发言人 接受采访的情况 发现已经五年过去了 善英不由的感慨 岁月的流逝 他随口问起宋一元 和赵一元见面的事 탁俊轻描淡写的应付说 赵一元总是要解决的 镜头一转 善英作为大喊党的发言人 接受电视台采访 上班时候 他遇到宋一元 宋一元对他的发言大家赞赏 并答应帮助善英 把单亲家庭的提案 提到法司委会 善英表示感谢 但是他看到宋一元见了赵一元 有说有笑 还热情地约好一起吃饭 他的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女人第六感还是准确的 我说呀 宋一元 咱说话就说话 你看你油光满面 还满脸笑容猥琐 这行为 这话语 难怪咱善英会突然变脸 把脸黑了下来 西北市场改造项目受阻 需要召开市政改造听证会 但是附近的居民都有抵触情绪 不愿意参加 到京沿街发送宣传单 可是人们对他避之无孔不及 一个老奶奶捡起扔在路边的宣传单 就把道京叫到一边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原先他租了店铺做生意 小孙子放学就来帮他 可由于店铺面临拆迁 他也失业了 小孙子也外出打工去了 道京向他推荐泰郡 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辅佐官 一定能够帮助他 老奶奶要求去参加听证会 哈哈 道京啊 你这是给泰郡打广告啊 另一边 原职被派来解决西北市场的问题 他约商会黄会长吃饭 向会长保证 一定会维护商人的利益 但是 商人们必须投宋议员的赞成票 你可拉倒吧 说这话你也好意思 这么做 还不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还说得那么好听 果然 不愧是臭味相投的俩人 一拍即合 此时 泰郡送走宋议员 宋议员催他尽快处理掉扇婴 这让泰郡很有压力 他的焦虑情绪带到工作中 把金秘书官训斥了一番 哥呀 你这典型的艺人不悦 鸡犬升天哪 金秘书官表示委屈 但我不敢说 很快 法司委会的时间到了 宋议员没有参加 泰郡打电话问司机老张 得知宋议员正带着原职 在和黄会长见面 原职看到司机正和泰郡通话 一把抢过手机 说宋议员不参加会议了 并挂断了电话 还警告司机 如果还想继续要这份工作 就不要和泰郡走得太近 高助理告诉善英 宋议员和赵议员打得火热 并且根本没有参加法司委会 更没有把单亲家庭提案上报 善英回忆起之前的情形 种种迹象表明 宋议员和赵议员 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 果不其然 善英还真是想对了 这两个人果然不靠谱 话倒是冠冕堂皇说得漂亮 泰郡并没有对自己讲实话 他拿起电话给泰郡扑了过去 泰郡见到他 一言难尽的样子 让聪明而老道的善英 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宋议员和赵议员合作的砝码 就是牺牲自己 他不想被人随意摆布 束手就擒 于是 他不听泰郡的劝告 自己开始了行动 他打电话联系到了郑议员议员 并且争取了在野党女议员的支持 准备在国会伦理特别委员会上 对宋议员进行起诉 当众指出 他贬低女性的行为 宋议员把泰郡叫去问责 责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对善英动手 原职主动提出平息此事 泰郡说 不用他插手 自己会办好这件事 与此同时 李议员带工作人员来老旧小区走访 得知这里的居民都是被迫与开发商签订了协议 他看到不远处是李昌正的公司 得知他也是开发商之一 一光是西北市场开发厅政会准时举行 李议员的发言刚结束 业主们立刻提出异议 大家一致强烈反对 现场顿时乱做一团 前来参加会议的宋议员趁机溜走了 业主们围攻李议员 自然不了了之 原职兴奋地向黄会长报告这个好消息 被泰郡狠狠训斥了一番 他指出原职在这场开发里捞了很多好处 包括他自己的家族都有利益在里面 警告他好自为之 那位一路找到泰郡的老奶奶 向他求助 紧紧握着他的手言与恳切 泰郡心里很是酸楚 郑议员撤销了国会上弹劾宋议员的提案 善英立刻来找郑议员确认 郑议员议员遮掩 说不想因为这个提案引发更深的性别矛盾 泰郡通知善英 被免去了大喊党发言人的职位 善英发现 郑议员接替了自己成为新的发言人 泰郡劝他寻找时机再做打算 业主听证会开得乱七八糟 李议员心情很糟糕 他喝得鸣鼎大醉 把事情怪罪在泰郡身上 泰郡说自己的妈妈也是在市场做工养家的 他对市场也很有感情 很理解业主的不容易 尹秘书问道经为什么那么崇拜泰郡 道经向尹秘书讲起当年泰郡 帮他父亲争取工商补助的事 说泰郡是他们家的恩人 只是泰郡自己不记得了 泰郡向宋议员求情 对市场拆迁问题不要操之过急 只有十个商人 可是面对的业主群体众多 矛盾很大 宋议员说 市场建设在一光市 这十个商人手里 就有一光市一半以上的选举权 做政治就不能优柔寡断 掺杂感情在里面 泰郡仔细研究了赵议员的新技术电子提案 从中找出了工作漏洞 发现了赵议员和国会议员李议员的关系微妙 决定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 善英决定改变策略 他接受了泰郡的建议 把工作重心转向李议员和赵议员的矛盾上面 泰郡陪送议员去见赵议员等人 悄悄打电话给善英 善英打开免提 让李议员听到了他们俩相互勾结的内幕 说服了李议员 让他在法务会议上公开提出了 单亲家庭支援法的提案 同时否决了赵议员的提案 不愧是咱善英姐 这头脑分分钟秒杀这些小儿科把戏 忍不住说一句善英姐哇哇DF 善英和工作人员开心的欢呼 赵议员看到李议员的谈话 气得咬牙切齿 原职怀疑泰郡帮善英 因为无意中看到两人的约会信息 高助理带办公室的同事去聚餐 正好碰到到京几人 就邀请一起吃饭 他们开环畅演 尹秘书借着酒精向到京承认 身在京是因为他的报道 才成了这个样子 这时 太郡和善英在电影院约会看完电影 原职偷偷跟到电影院 看到了太郡和善英眉目传奇 回到家里 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 作为新的大喊党发言人郑议员 正在发表演讲 太郡安慰善英 失去发言人资格 但是保住了提案 善英也说 做发言人并不轻松 需要做很多准备 正好休息一下 太郡感慨地说 两个人一路摸爬滚打地走过来 以后还会有更长的路要走 善英接着说 下来的争斗会更激烈 太郡说 那就一起面对 看着窗子外面的万家灯火 他们两个深情地拥抱着 不得不说 咱太郡哄媳妇一套一套的呀 这甜言蜜语 加心灵鸡汤 瞬间让善英姐心里破防了呀 不过怕是要甜蜜不长了 这一切都被一直跟踪着的原职 看了个清清楚楚 道经昨晚喝多了 母亲喊她起来 找客人放在这里干洗的西装 她才惊醒发现自己要迟到了 就飞快地穿衣起床 匆忙地告诉客人 找到后帮她快递过去 然后一溜烟地跑出家门 到无人的地方 换上西服 去上班了 因为母亲还不知道 她在一员办公室实习的事 她只说自己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泰俊接宋议员上班 在车上 她把早已准备好的发言提纲 递给宋议员 以防有记者提问 果然一下车就看到门口 已经聚集了很多媒体记者 他们祝贺宋议员当选 法务部长候选人 并询问宋议员 对法律层面的问题的认识 由于有泰俊的提前准备 宋议员慷慨陈词 回答的滴水不漏 她当众声明会认真倾听民众的呼声 并会和清瓦台保持密切联系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宋议员被确定为法务部长官候选人 为了确保支持率 在市立会上 原职故意提出争取文尚嫌议员选区的支持 而文尚嫌议员正好在善英的中议区 也是善英的支持者 泰俊觉得目前和善英正面冲突并不是上策 原职却态度强硬的 当场反对泰俊 泰俊看他话里有话 把他单独叫出去问原因 原职揭穿泰俊和善英之间的男女关系 并以此要挟泰俊 把候选人听证会资料准备好后交给自己 然后泰俊退出 否则就要向宋议员汇报 泰俊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他吩咐隐秘书按原职的要求去做 然后打电话向善英说了他们要争取文尚嫌 而且原职也发现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事情 善英作为人权守护典范被表彰后再与归来 安排高助理尽快和中益区区长取得联系 这时接到泰俊的电话 他也感到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 下集中 道经妈妈发现以前怎么也找不到的客人的西装 就在头顶的衣服架子上挂着 于是他去找道经 道经说是因为朋友结婚 自己才借来穿着的 妈妈不信 他拿起道经的书包 倒了个底朝天 出入症赫然出现在眼前 而另一边 法务部长官候选人的听证会马上要召开了 李承民获得听证会询问资格 对宋医员来说是一种威胁 原职问泰俊 这次是不是又是他和善英一起商量的结果 妈妈会发现道经对自己的欺骗吗 面对道经的欺骗 道经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面对原职的质问泰俊又会承认吗 他会对原职做什么吗 泰俊看到没有来上班的道经会怎么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咱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感谢观看